美国劳工统计局指出 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到3.7% 不止比7月的3.2%略有回升 且超出经济学家预期 还好扣除掉食品与和能源价格波动后的核心通胀率 从4.7%持续下降到4.3% 表明联准会的11次加息政策持续出现效果 有鉴于此不排除未来政策 可能继续保持暂停加息 此外分析数字还发现 8月份包括汽油等能源指数 都比7月份上涨5.6% 加上居住成本上升 这些都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此 总统拜登特别公开重申 通胀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大幅下降 虽然不能全部抵消掉 汽油价格上涨对家庭预算所造成的压力 但政府将持续专注于消减能源成本 包括投资于清洁能源 来增强美国能源使用的安全性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两个月 I틀 越南 清洁 十